我在经济部的时候 跟蔡英文同样是 台湾当局对外谈判的 两个最重要的谈判的顾问 我是比较了解她的 我非常同意刚才在上一段 周志怀教授对蔡英文的评价 陈水扁搞的叫做暴走台独 谁都知道陈水扁是一个 台独里面的土独 这个部分的头 蔡英文走的叫实质台独路线 她比陈水扁的暴走台独还要可怕 因为蔡英文是透过文化台独 透过教育台独 她逐步地让台湾的年轻人 认为自己不是个中国人 认为台湾与大陆是切割的 打个比方来说吧 我家大师的儿子 到了南京大屠杀记忆那一天 我跟她说 日本人很残忍 南京大屠杀 杀了我们三十几万的中国人 你要永永远远记得这一份血海深仇 我儿子告诉我说 日本人很坏 很没有人性 可是她就突然问我一件事 那是中国人的事跟没有主观呢 你要知道教育的可怕就在于此 因为他们从他练的教科书开始就逐渐地催眠他 麻痹他 让他整个脑海里面根本已经完完全全去中国化 所以在蔡英文的这一种所谓的柔性台独 余晖台独的催化之下 我认为两岸未来民意的对撞会越来越严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